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港股的涨势确实让很多的投资者感到欣喜 在今天港股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调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出现一个过山车的行情 横指早盘高开40点之后 油升转跌一度是大幅的回涂了千点 那么在午后跌幅有所收窄 几乎重返红盘 但尾盘的跌幅是再度扩大 收跌接近1.5% 那目前来看大部分的蓝筹股出现了回落 科技和汽车股跌幅比较明显 而阿里和百度的跌幅达到了5% 不过美团一枝独秀上升了4% 石油和银行股也是逆势走高 最终恒生指数收盘爆在了22113点 跌330点 跌幅是1.47% 主板的成交3103亿的港币 在金币昨天的暴涨之后 短期的回调有分析认为 这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 此外有券商的研究报告指出 港股的波动性将会显著增强 不排除港股回调和市场获利回吐有关 也有分析认为说 当前极高邪率的暴力拉升 其实是不可持续的 那渣打银行在6月份的下半年 环球市场展望当中提到了 横止乐观情境是2万到2万2左右 那么由于政策刺激力度 已经超出了预期 所以已经基本的情境区间更新为到 2万到2万2500点 也有分析认为说 上升的趋势能否持续取决于 重大财政政策和发债的支持措施 能否及时有效的落实 通缩压力是否消退 信心恢复和地缘政治的风险 是否会减轻等等因素的影响 那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 毕马维也就是KPMG 已经发表了报告 说香港也已经重新寄升到 全球五大IPO的市场行列当中 这次提升主要是由一家大型的 中国家电制造商 在境内来港上市所推动 成为了香港自2022年以来 规模最大的IPO 南英佑分析认为 美联储在近期的减息 有望提高股票的估值 改善市场情绪 从而利好全球的IPO市场 那么宏观经济前景 出现一些变动 有意上市的公司 同样还是需要保持审慎的 一个态度的 那么港股在境内的调整之后 接下来的一系列的政策 是不是会有更多的考量呢 我们来听听周恩先生的解读分析 朱先生您看这次港股 在六连扬之后 今天出现了一定的波动 在接下来更多的政策 是不是要考虑到 股市的一些效应呢 对 就是大家一直在关注 就是这个股市这一轮的上涨 称为叫蜂牛 它是什么时候会见顶 所以这几天咱们内地的很多股民 可能会心急如焚 他也提供一个机会穿口 就看香港这一遍 其实昨天我就觉得 有点是疯了 昨天涨1300多点 最高涨1530点 那今天就出现这个回调 回调其实就是 早期获利的这些投资者 他们在盘算 但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接续力 接续力就是外资 是不是过来想接这个中长期的这个盘 包括中东那些资金 其实中东资金已经来了一部分了 但是更大量的资金在后边 所以我这两天也听到一个消息 比如说有一个美资的 因为美资原来是美国那边各种说法 不让他们来 或者他们自己要回避这个H股的这个市场 跟中国相关的市场 但是据说有一单一下来去买港交 锁的很直接很粗暴 就是1.4亿港币直接就砸下去 对吧 那么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 日本那边和这边呈现一个相反的 因为在这个外资的配比当中 它对整个亚洲是一个固定的数 前段时间就是不看好中国相关的股票 就去印度了去日本了 前几天尤其是昨天 日本那边是下跌的 就撤出来往这边来 那今天呢我们就看到 这边跌下来1000点的时候呢 日本那边又上去一些 但这个又和新任这个首相史蓬佩奥 史蓬佩奥表示 这个日本的日元的利率 它不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有相关的 所以这些呢我们在分析走势的时候 一定要看到国际上的资金是这么动的 但是呢就是下一步它对A股是有启示的 因为复势之后到底怎么走 而且呢大家特别期待就是实体经济的政策 比如说财政政策如何发力 其实我想呢这段时间 除了这个劝商们可能不休假 还有房地产经济不休假 可能一些决策部门也不一定休假 他们也可能在紧密的关注这个动态 而且呢在制定下一步的政策 但是这个政策就是和股市的这个投资者的信心 它有紧密的关联度 谢谢朱雯先生的解读和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庆七天常见 当然虽然A股在修饰的过程当中 但就像朱雁所说啊 现在这个开户的这个热情是非常高涨 很多的劝商也在加班加点的 为很多的这个股民进行开户的这样一个操作 现在来看市场上压住中国的这个交易非常的火爆 A股修饰的资金不断的涌向到港股 美股相关的ETF 那么在香港上市的这个创科50ETF 一度是上涨超过200% 都是在美国上市A股的ETF呢 也携手出现了大涨 那市场也分析认为 亚洲其他地区的资金正在回流中国的股市 国庆期间A股超强的涨势因为修饰被迫暂停 不过这几天A股也已经提前沸腾 很可能会为节后开始定下一个比较明显的基调 那另外呢 香港万德通讯社的报道是 10月3号日股资金继续买入中国资产 在日本交易所上市的A股 南方中正500指数ETF收盘是上涨了62.5% 暴在10400 那这只ETF呢 前一天也已经上涨了77.8% 对于整个国庆的黄金周 究竟是买股票还是买黄金 有很多人有自己的选择 因为现在的金价再次创下了新高 所以很多人都选择套现黄金来购买热道发烫的股票 那么现在来看 根据市场的显示 黄金的食品销量同比出现了减少 主要还是因为金价太高 所以很多人呢 也就选择把他们在黄金市场的一些资金套现之后 来到股票的市场 从数据来看 不少品牌的金店做出了一些促销活动 主要就是为了吸引很多的客流 那么很多人也是因为套现买黄金 看多股市的机会 那不知道在长假结束之后 A股是不是还有一个继续上涨的空间 也有分析说了 如果一切都按照推进计划 来进行中国股市过去一周的狂飙突进 可能只是超级反弹的序幕 最高的涨幅是可以达到百分之百的 那这份报告是基于中国股市过去20年表现 得出的这样一个决策 那这波反弹能否持续很可能取决于中国决策 从能不能推出国际投资者期待的 货币和财政刺激的组合权 但是很可以肯定的就是 这轮反弹已经会被记入史册了 那同时呢 有新兴市场支付之称的Mark Mobius 则认为在刺激措施之下 中国股市重新焕发生机 但强调短期乐观的情绪转化 成为可持续的牛市 还需要更多的改革 但目前来看中国的股票确实估值是比较低的 但是刺激措施出台之后股市的乐观 中国依然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这为长期增长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 那这一波的涨幅同时是吸引了全球的投资者关注 海外资金也在不断的加码 和押注中国 亚洲其他地区的资金也正在重返中国 目前来看上周 韩国 印尼 马来西亚和泰国股市出现了净流出 那么9月的前三周 已经有超过200亿美元撤出了日本股市 法巴银行的策略分析就认为 一些外国投资者正在减少对日本的持仓 并且将资金重新配置回到中国 那更有新加坡的基金经理形容 目前中国股市的势头不容忽视 预料到2024年底 中国将成为表现最出色的国家 彭博社也指出了随着内地和香港股市的回升 多知中国基金在9月份出现了超过两成半的回报率 而名胜中国指数上个月上升了23个百分点 创下了2022年11月份以来的一个最大的涨幅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相应的 日本市场确实是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变动 由于资金的走向不同 再加上政策的一些取向 我们可以看到日元对美元明显出现了一个贬值 那么也立好了日本股市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强劲的反弹 从盘面来看保险和航运股表现比较好 银行和钢铁股走势是比较弱的 由于一些新的政策出台利好 日经指出全天高位的震荡 重新站上了38500点关口 最终收包在38552点上升了743点 升幅达到了1.97% 那一系列政策变化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日本已经新出任了首相石破茂 它的政策可以说是取决于 接下来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 他和日本央行行长直听河南会面之后 表示日本没有进一步加息的环境 他也指出预计经济将可持续发展 同时维持目前的宽松趋势 经济将持续朝客服通缩的方向发展 同时他也再强调希望宽松的货币政策 能够成为一种被保持的趋势 因此他的这样一个表态 也拖累了日元对美元会价大跌跃 2%跌穿了146的整数关口 并且创下两年多以来的最大但是跌幅 尽管内阁官方长官林芳正随后表示 石破茂没有对货币政策提出任何的具体要求 但是日元从现在来看表现依旧是比较疲软的 那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 野口旭也表示了 央行应该保持宽松的货币环境 此前呢新的首相和内阁也都表示 日本没有完全克服通缩的这样一个问题 因此在这之前 他也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继续耐心的维持 宽松的金融环境 这和石破茂它的偏宽松的论调是相呼应的一个情况 目前来看他还指出通胀率超过央行2%的目标 已经多年明义薪资出现了上涨 很多企业也越来越热衷于通过提高价格来转价成本 但实际消费的疲软历经20年通缩之后 民众仍然想当然的认为物价不会大幅的上涨 这种情绪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克服和消退 那么整个社会也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转变为央行2% 这样一个通胀目标相一致的这样一个心态了 那日本的新任首相石破茂上任之后 他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取态 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 我们再来看看石破茂和美国总统拜登也进行了首次的通话 他也希望加强日本和美国的同盟关系 在通话当中 他也表示将继承前任首相岸田文雄和拜登的日美同盟强化路线 并想进一步加强日美韩以及美澳印四边的机制等 志同道和国家组成的网络 还将就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寻求合作 同时他也强烈谴责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 并希望努力避免中东局势进一步的出现升级 那现在呢也有消息指出 他和在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牛尔也进行了会面 这是他就任人以来的首次会晤 双方也指出了确认强化美日同盟 重视和韩国以及菲律宾等伙伴关系的这样一个方针 那目前来看石破帽的民调数据并不是特别的高 日本的民调显示他的内阁支持率只有50% 是不及前任首相岸田文雄的 他的支持率是51% 02年以来可以比的民调当中是最低的 不支持率达到了37% 那共同社呢在新的调查当中也认为 他的支持率是50.7% 不支持率是28.9% 也就是说石破帽的这个开局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同时他也提前曝光了施政演说草案 他也指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础 并将倡导构建具有建设性的稳定中日关系 日本自民党总裁石破帽一号正式当选日本第102人首相 并成立由20名阁僚组成的新内阁 共同社一至二号实施的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 新内阁支持率为50.7% 不支持率为28.9% 关于众议院选举时把自民党派系收回扣问题的设施议员作为政党公认候选人 75.6%的受访者表示无法理解 回答能够理解的仅有两成 认为石破帽就任首相会推动政治和金钱问题迈向解决的受访者占22.8% 认为不会迈向解决的受访者则有七成多 石破帽将于4号在参众两院发表首次施政演说 提前曝光的草案内容据报写明 石破帽将从经济安全保障的观点出发 主张推动半导体供应链重返日本国内 报道还称 石破帽将指出 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轴 多名政府消息人士预计 他不会提及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主张的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对于中国 他将倡导构建具有建设性的稳定关系 主张应该主张的 并在共同课题上展开合作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芳正二号称 中日两国之间存在许多问题和关切 但日方希望通过共同努力 建立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 并同中方促进各层面沟通 深化两国关系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那在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回来之后跟大家持续再来关注 有关中东局势的相关消息 稍后见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持续关注中东的局势 我们可以看到以离目前是在不断的升级他们的军事行动 在接下来形势又会如何发展呢 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以色列军队进入到黎巴嫩南部 这是对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组织采取的有限地面行动的一部分 而且以色列军方在周三公布了八名在黎巴嫩战斗当中阵亡的士兵名单 并且也宣称将会加大力度再来打击真主党 同时他们也宣布突击以打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的兵力 已经是在公布的这个名单当中 现在来看中东紧张局势让很多的航空公司出现了不安的情绪 因此他们开始调整和停飞航班 包括了像德国的汉沙航空 还有阿提哈德航空 卡塔尔航通等等都改变了他们的航线和航班时间 航空也正在密切的关注中东的局势 那美国和观察调查公司下属的一个报告调查显示 大多数的美国人认为 以哈冲突会演变为更大规模的战争 民调显示73%的美国人认为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会把其他国家卷入 竟然导致更大规模的地区战争 这比上一周有了提前的一些上升的这个调查比例 同时11%的受访者对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存疑 这项民意调查是在10月2号进行的 一共有3409名的成年美国公民参与 那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常驻联合代表傅聪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审议 已离局势时也表示 中方对于中东当前的局势和下一步发展前景深表 关切极为担忧 以色列罔顾国际社会的要求立即停火的呼声 执意推进军事行动导致冲突延宕和扩大 当前一场全面战争一触即发 在此关键时刻 任何煽动性言论和挑衅性行动都极端危险 极易引发误判 带来连锁反应 使局势轮番升级甚至完全失控 我们敦促所有各方 特别是以色列 例行克制 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 同时还强调 中方也希望有影响力的大国拿出真诚负责任的态度 切实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避免局势的进一步动荡 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费尔德则表示 美国将全力支持以色列进行防御性行动 伊朗将自己的行为负责 而美国也警告伊朗不要利用当前的局势 将更广泛的中东地区推入到战争当中 朱先生您看整个中东局势现在似乎已经到了一触即发 千军一发的这样一个关键时刻 中东战争真的会来吗 在联合国这个外交场合上 中方的警告和关注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你看着对方 美国那边 以色列跑到人家首都杀了一个他不喜欢的人 然后呢 这个伊朗做一个反击 美国警告的是伊朗 而且完全支持以色列的自卫行动 所谓自卫行动就是要深入到 里巴仁南部那边 把人给炸得稀里糊涂的 然后呢 还要派地面部队进去 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在中东这个地区 确实这个全面战争是一触即发 其实以色列本身他就认为自己是一个战争状态 从去年10月7号以来到现在 他只不过是要按照内塔尼亚湖的既定的这个方向 这个清除哈马斯的军事能力 然后是珍珠党 下一步他甚至可能是要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一次袭击 作为一个反击措施 因为伊朗是前天是打了180枚这个导弹打过来 当然美国现在也是很难 因为他是劝说以色列不要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 所谓的这个反击或者是袭击 但是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其实看到 在加沙死了4万多人 现在里巴仁南部要进行大规模的这种炮击 或者说是轰炸 要重演加沙地带的这个悲惨 所以从未来的情况来看 很可能当今的这个中东正在重写秩序 而其中的核心就是那坦尼亚湖在做 你可以说表面上看他和这个白宫不一致 但实际上这是符合白宫和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所以接下来整个中东的局势 仍然是充满了非常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在里头 但是受到了整个中东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油价也出现了一个剧烈的波动 石油连续三天出现了走高的情况 交易员也正在评估中共的供应链风险 那么预计以色列将会对伊朗在本周早些时候开始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 所以布伦特原油涨向了每桶75美元 有望创下8月以来的一个最长的连涨记录 而根据花旗集团的估计 如果说以色列对伊朗石油出口设施进行重大打击 可能会让市场每天的供应量减少150万桶 那欧佩克加目前还没有对产量政策做出任何的改变 维持石油开始增产的一个计划 沙特阿拉伯的石油部长阿布杜勒阿奇兹 本萨勒曼亲王也警告说 如果其他的产业国不遵守商定的减产协议 油价可能会跌到每桶50美元 这是油价方面的一些变化 目前来看纽约汽油在周三曾经是抽高了3.8% 每桶高见72.49美元 收市呢上涨是0.39% 那么爆在了70.1美元每桶 布油呢收市上升34美元 也就是升幅0.46% 每桶爆在了73.9美元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欧洲对华贸易的一些相关的变动 根据了解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支持欧盟委员会 对于进口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 这是路透社早前报道 法国将会在周五的投票当中支持着这样一个政策 同时他引述了消息人士指出 法国希腊意大利和波兰都会在周五投票支持 对于进口中国制造电动汽车征收高达45%的关税 这足以让欧盟的提案获得通过 所以这样的一个提案很可能会加剧中国当前的贸易紧张关系 那欧洲汽车行业普遍的反对加征关税 这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特别是德国的汽车制造商 他们认为三分之一销售额都依赖中国 其中大众汽车在周三也敦促德国要投出反对票 认为计划征收的关税这个错法是错误的 而且不能够提高汽车行业的一个竞争力 目前来看欧洲几大马车当中 法国赞成但是德国却明显存在着和法国不一样的意见 这也使得接下来的投票仍然会充满一些变数 那中国方面也表示了敦促切实的落实 中法欧三方领导人的重要共识 如果欧方执意的实施不合理的征税措施 中方也将坚定的做出必要的反应 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好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小鹏汽车的副董事长兼总裁 郭宏帝也特别表示 小鹏制造商在欧洲销售的汽车 并不是要提供廉价的替代品 而是要将其技术带到欧洲 那对于整个欧洲 对于中国要加征关税 这可以说是接下来非常受到关注的一个方向 究竟中国企业未来的出路在哪 我们来听听朱文国先生的解读分析 现在欧委会就是要让各国来投票 对于欧委会 对于冯德莱恩 我们不要寄予什么希望 因为这个人骨子里边 他是不喜欢中国的 而且他跟美国靠得很近 从几个投票的国家来看 你很难对他进行否决 我们也不要指望这个投票结果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欧洲本身 它是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比较强的一片地方 他占价便宜的时候 他不说这些事情 比如说德国在中国 汽车市场几十年 纵横闭合 赚了很多钱 他不说这些事 但是他一点吃亏的时候 他就开始转纳的 而且他不断的找新的贸易保护领域 比如说像绿色转型 其实这个电动车是最好的绿色转型的 到这个时候他又不干了 这就是典型的说一套做一套的这种 在国际经贸里边的打法 那么我们的这个企业下一步要怎么办 所以这是很核心的 欧洲的这次针对中国的电动车的压制 和美国还不一样 美国是百分之百的关税 加上加拿大刚才说到的 还有呢 这个所有的原材料 连矿产它都不要跟中国供应链相关的 因为美国是真正感受到了 在中美的这个博弈当中 对于汽车供应链 它正在失去 美国这条做法能不能成功 拜登政府花那么多钱 到现在看来是不成功的 加上特朗普上台的话 可能就会放弃了 但是特朗普他也不会让 这个中国的汽车进到美国市场去 但是特朗普现在 最近在亚本州的演讲当中 有一个很奇怪的观点 说他要让中国的投资者 去那边去投资 欧洲这个做法是指对整车收税 不对零部件和电池收税 其实想法也是一样的 就是让中国的企业去欧洲投资 对于去欧洲投资 我一再提醒我们的这些企业 如果说你在欧洲 觉得自己有能力 在这个市场经营下去 你能够适应当地的政治环境 可能很短时间换了一个总理 对你有好不友好等等 你就可以去 如果说你觉得搞不定 那你就干脆卖车 卖车虽然关税 现在看来有的企业 它是20%到30% 就是加了原来的10% 还是可以卖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欧洲的市场 不要抱太大的幻想 就是去那投资 也不要抱太大的幻想 谢谢周永文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поступ好 再见 1 2 3 2 非常